我叫劉曉德,今年31歲 我在北京港自立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 我是香港人 我大學的時候是在加拿大 蒙特利爾麥基爾學校念的 然後畢業了之後在香港那邊工作 是五年之前再轉過來北京吧 我老闆當時跟我說 我們在北京的一個中心地段 投了一塊地 然後要做一個特別地標性的項目 我就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我自己的發展也非常的好 怎麼說呢 主要就是我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 但是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都非常的淺 如果我住在北京都不去學習的話 就是太可惜了 其實我一直就找一個機會 可以回來內地工作 但他第一次問我的時候 其實我是拒絕的 因為我剛剛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那我就得讓自己培養一下這段感情 去發展一下 對但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慶幸 就是我老闆給了我第二次機會 他就是一年之後再問了我一次 我跟他說的時候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我很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也很想接受這個挑戰吧 就過來內地工作這個挑戰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多想 一秒鐘都沒有就說 OK我就跟你一起過來吧 他就女生嘛 就肯定緊張 然後就在我面前哭了 其實我當時是沒有那麼忐忑的 我就覺得行啊沒什麼問題啊 你要去我就可以陪你 你拿著我的手畫好不好 來吧 我們結了婚之後 他還是在香港工作 我在這邊 然後我是懷孕了五個月之後 他才正式地搬過來的 後來我要一年四個月以後 才能真的找到工作搬過來 但是現在也覺得 我們現在在這邊真的很高興 所以也值得的我覺得 其實我來之前 普通話是很難的 然後他出生了以後 我們家找到阿姨 那我們家就換了全部都是普通話 然後就進步特別快 在內地 電話來得特別快 我覺得在香港雖然節奏也很快 但這種快是不一樣的 香港人可能是走路快 但這邊是消費者商家 他們接受新的東西的步法 是非常的快的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 大家去學習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 其實挺感謝他 我們一起七年了吧 談戀愛結婚 給我這個機會來北京工作 真的把我的眼界打開了 我第二個女兒還沒到四個月 她已經上班 每天跟我去運動打球 真的她真的是很厲害 很佩服她 她也那麼厲害 令我覺得我也要醉長這樣 對所以也很感謝她 每天去push我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成績 謝謝 謝謝 grounded 幕提供 黃燦 是 每天成績